大雨轟炸高雄山区 整条通往六龟的道路 积水多到完全看不到路面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六龟的台27线 我们可以看到通往六龟的道路 是已经中断了 而且这个水流是非常的湍急 而市府也紧急派员前来抢救 目前一天内的推移累积雨量 桃源已达464毫米 茂林六龟纳马夏则已超过300毫米 而甲仙山林也都超过250毫米以上 造成多处地方都有摊坊 这种机械就进去抢修 先倒水路先把它挖开来 让这个水流比较通畅 通往南马夏的台29线 还有通往桃源地区的台20线达公路 都有一些颠坡摊坊土石的部分 那这部分我们都立即 已经派集聚去把它停除 那目前这个道路状况是正常的 虽然道路大部分都已通畅 但连日大雨山区亦有落实 民众暂时勿前往以免发生意外 大海新闻刘岳父萧红树 高雄报道 高雄的纳马夏甲仙六龟等六个行政区 今天已经是连续第二天停班停课了 强制撤离山区部落有五千多人 而这些居民除了自行的依附亲友 来暂时居住之外呢 工部门也开放了收容所来进行安置 另外国君弟兄也预防性的动员 驻守在慈激山林大爱园区以备不施秩序 由于山区持续降雨 市府不敢大意 从昨天晚上开始 就将部分民众撤往收容中心进行安置 大概几点过来呢 六七点的时候 除了六龟外 国君也出动协助山林区居民 撤离到山林大爱园区 全会是总继投入了两车十亿人士的兵力 去协助一些行动比较不方便的老人家 做这个预防性的撤离 园区的活动中心 成了他们临时遮风避雨的家 居民好安心 虽然目前一切平安 但安置所理的民众 还是期盼着这场大雨能够赶快停止 大爱新闻 刘若复萧红树高雄报导 现在正处于夏季肠病毒的流行期 累计的病例数已经达到了239例了 大部分都是肠病毒71型 这个案例数已经创下了4年来同期的最高 其中18例为重症 而学校呢 本来就是传染的高风险场域 北市一间托婴中心在10天内呢 有7个小朋友